我还是觉得你要是说真的一辈子真的一个人 就是真真正正的一个人 连个伴侣都没有 这种境况我还是很难想象 就是咱们所说的独居 你能接受到什么孤独 我现在给你们做个测试 你们自己可以评价一下 国际上有这个表 你就发现呢 你都以为自个儿我要爱孤独 对吧 实际上有的事你不一定能接受 你比如说你看看那个表 国际孤独等级表 你看啊 这谁靠 我闻到你 你说说一个人逛超市你没问题 没问题 一个人去餐厅大家都没问题 一个人喝咖啡 一个人看电影很喜欢 一个人吃火锅呢 有啊 现在有那种小锅 喜欢吗 我可以啊 可以 你不用数了 我到第十集都行 我告诉你 我哪个不行啊 你也别吹牛 因为你根本不去唱K 我不唱K 我是到第十集都行 但是呢 这个第六集一个人去唱K K有问题 那我就敢 那不是 你到现在很多孤独唱K吗 对啊 你不知道吗 你没在机场见到吗 这个门一开进去 这个不能测 因为我根本就不爱唱K 我必须 我一个人去包个房唱K 所以这是这个问题 再有一个呢 一个人去看海 哎呦我好喜欢 对吧 然后呢 一个人去游乐园 哎呦 我也不太去游乐园 对啊 假如要去呢 不是游乐园 我觉得也可以吧 可以 看做什么手术 一个人去 你看他有点障碍 没有 一个人去游乐园 我有过那个畅商 心理阴影 17岁嘛 反正家里那时候 刚好中学毕业 我们家里有个传统 谁中学毕业 可以出去旅行 家里给你钱去旅行 可是家里没钱啊 那没人陪我去啊 那当时刚好有个 没听清楚 什么叫你家的传统 谁17岁 毕业可以去旅行 不过又没钱 所以你还是去不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去得了 可是没人陪我去 那我只能一个人去 那刚好那时候 我父亲有个朋友 有一个去美国旅行的 一个票 便宜的 一个跟着旅行团的 那我父亲就给他买了 就给我去 那没人陪我去了 一个人去 那其中有一个地方 就去加州的 迪士尼乐园 在那边 Santa Anna 对 就在那边玩 我印象最深刻 同旅行团的人 都是两个 三个 四个 我就一个 然后玩那种什么 过山车 玩什么车 你尖叫恐惧 只有你自己 没人陪你 然后玩那些好玩的 想跟别人分享 这个好玩怎么样 没人陪你 一个人 那种感觉 既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坚决 不可能一个人 去游乐园 连一个人旅行 我都尽量避开 但你说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特别 为什么 你那种是 群体中的孤独 你那是个旅行团 你旅行团里面 人家一家老小的 三三两两的 然后人家都搂在家 那你就一个人 那你这种孤独感 当然特别强 而且去游乐园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 因为我现在经常是 被迫要去游乐园 我都不想去的 带孩子 什么不是迪士尼海洋公园 我已经是烦死了 我经常看到个现象 就在排队的时候 经常有女的 就是女孩子 是一个人 你很明显看出 她是一个人来的 哎呀 你怎么知道 我想说什么 你看到过 我不是看到过 我就觉得跟家 家辉呢 还是跟团的 说到底是吧 我觉得这还是 有一种人性 就是有一种人 她有没有人 享受一种就是 唯一见忧人 独往来 飘渺孤雄影 我记得多年之前 我认识一个台湾的女孩子 就喊文青 我那个女孩子呢 沉默寡言 老不说话 总是背着个话夹子 就是看见什么就话 就话 我跟她坐在一起 她也没什么话 你知道吗 就是话 总算人找到个理由 不跟她说话 对啊 我在她对面 她就话 不管我说什么 她话 有时候笑笑 就话 那个女孩子很有意思 后来不知道 不知所踪了 我很少见到她 我很少见到她说话 然后呢 她再有一个行为 就是一个人去游乐园 但是呢 听她这么讲啊 我都觉得要流下泪来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她说她喜欢去那个 就是淡季的 这个就是没人去的游乐园 她就是 你能想象到吗 根据我的描述 就这么一个女孩子 她一个人走在游乐园里 那个旋转木马 她们尤其爱做旋转木马 她做旋转木马 还有小飞线 然后就是一个人就把这个 默默的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玩一遍 我不知道 你比如在我这种人心里 我就觉得 你是不是享受伤感 享受忧郁 就我会这么想 但是我想 也未必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女孩 她内心 你还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觉得很欺负 有人是真的是喜欢这样的 就是她有 因为为什么呢 听你这么讲 她可能觉得自己 将来要在创作上面 要干些什么事 有一些人专门喜欢去 破败的游乐园 她当时是在做记录 可是问题是呢 我觉得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还不是你说的台湾女文青 现在很多女孩子单独出门旅行 她一点都不孤独 为什么 她随时在打卡 随时在上网 随时在告诉大家 各位 我今天她可能还是个网红呢 我今天来到了迪士尼 这个新的这个游戏 我刚才玩过 我给大家报告 怎么样 你看 这是我刚才拍的照片 这是工作 忙死了 朋友圈就是她的舞台 对啊 对你知道吗 其实你刚才说 就那个女孩子 这不是一路会画画吗 一个人去旅行的人 其实她一定会有一个 非人的伴侣 什么意思呢 就是她画画就是她的伴侣 因为我自己有这个体会 我也经常 以前 曾经自由的时候 会我一个人去旅行 我的伴侣就是一台相机 我觉得那时候 你一点都不孤独 你就自己跟自己玩嘛 而且听说江湖说 就是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 把你老公勾回来了嘛 吓死我 坐飞机江湖传说 坐飞机 我听的是另一个版本 这头等舱在旁边 他说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 完全没有 好像是 好像是 什么时候醒来 转一块江湖 好像我也是 是不是 你在飞机上 我们是在坐飞机碰到事的 那个更不是我一个人旅行 他就坐在你 他就坐在你旁边 对对 那是工作 那你们怎么就开始聊起来了 我们突然发现 在看同一个片 就是不是看电影嘛 在看同一个片 后来醒过来 我就问他 醒过来 还睡着了 不是 上飞机已经是午夜了嘛 然后我就问 那个片其实结局是什么 好像是那样 我也不记得 哎呀 我们也不同版了 我还以为醒来 才开始流行 这个感觉很有意思 黄肉格式 就是说 你那个时候 远远想不到 最后他是你的夫君 对啊 缘分 缘分嘛 不过这个是好糟 下回坐飞机 看隔壁看什么片 赶紧也挑了个片 结局是什么 我记得可能 还有个可能是 他有一张报纸 在看星座 我在问他 你什么星座 你这太厉害了 很赖啊 过程都不记得 我知道的那个 更神奇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飞机上啊 就是 就是 怎么说呢 在飞机上碰见了 未来的岳父 哦 女的那个 不是 老公的爹 是女的什么 公公 公公 不叫岳父 怎么叫碰到未来 就是这美女的 这美女坐飞机啊 旁边坐一个 这个老人家 就跟这个老人家 聊起来 后来呢 就等于是 这个老人家 又把自己的儿子 推销给他 哦 最后成就了好事 所以说 他是属于 先碰见公公 这个飞机上的奇缘 这种家庭问题 就不大了 跟公公 对 你看他跟公公 聊得很好 可是我觉得 比不上他那个浪漫 两个人看完片 最醒了 照节约 可是别忘记啊 你们刚说的 各种情况 都是想象 那个人 一个人去旅行的 是一个年轻的女生 对不对 背着一个画架 拿着照相机 这个那个 那生命会走下去吗 你十七岁 二十三岁 二十五岁 二十八岁 可能很享受 一个人被一个画架 什么去旅行 去吃饭 你走下去了 三十八了 四十八了 你能够想象一个大妈 坐在游乐场 坐在木马那边 坐在那边 拿着一根玉米 在啃 浪漫吗 他不痛苦吗 你就说我吗 一个大叔 自由是不会变老 越老自由越珍贵 你还年轻 我记得 当然 因为生命会走下去 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需要 心理需要 身体需要 我记得 我稍稍年轻的时候 三十多岁 有一次在铜锣玩 一个人 我太太也不在 我一个人去吃晚餐 走过一个地方 那种吃削辣店 香港广东削辣店 我坐下来 我很喜欢吃蛇 蛇羹 广东人 坐下来一个蛇羹 一个削辣 然后突然坐一个人过来 一个 我当时看是老头 其实可能我现在比他还老 他五十来岁 坐在那边 一个人点了一碗叉烧饭 一盆青菜就这样吃 一个人也孤独地吃 我当时又觉得好难过 我就发誓 我老了 绝对不能沦落到这个地步 我跟你完全相反 晚上一个人去吃 我跟你完全相反 我不是爱吃吗 有人叫我叫美食家什么 其实也不善 但是我敢说 如果我算是美食家 我就是孤独的美食家 我的美食家养成之路 是一个人拼出来的 你知道我在 刚刚念研究生的时候 大学都在当助教 我几乎全部薪水都拿去吃 我很爱一个人去吃 然后我很舍得吃 那一个人吃 吃中菜很麻烦 对呀 所以为什么 我对西餐比较熟 所以你觉得 现在适应这个需要 这个先是在外国 现在中国也有了 叫一个人的餐厅 对 就是给我们这种 然后我那时候去把香港的 那时候还普普通通的 什么日本餐厅 几乎吃了个片 然后我打工 所有的钱拿去吃 要不就买书 然后我宁愿走路回家 一个多钟头 但是要吃 吃好的 然后就到处吃 然后我常常一个人吃饭 哪些餐厅的人都认得 一开始他们对我有误解 对我特别好 觉得 这也是个不晓得什么 密探食品家 就我那时候发现 你要让这个餐厅 对你伺候好 有个秘诀 现在不一定零 那个年代 一个人吃饭 吃着吃着 拿本子出来 寄点什么东西 保证这个餐厅 好酒好菜 都上来了 也是那个米其林的那种侦探 就那种 然后后来我发现 就是我有时候真的想吃中菜 不方便 但是有一个地方能够解决这种需要 就庙街 庙街有几档 它是拼大圆桌 然后叫小菜 我太记得了 那二十多年前 三十年前 一碟小菜 几块港币 一个真的泥丘 它没有什么针鱼嘛 针鱼多贵 对不对 这条泥丘 就十块钱还多少 然后就拼桌 十几个人 除了我是个年轻人之外 全都是你说的那种孤独老头 可是呢 我觉得大家很有乐趣 就每个人呢 叫我们香港人不喝二锅头啊 叫这个 修早 烧酒 双蒸 双蒸 摆在桌上 然后喝着喝着 大家就喝开了 就开始聊起来 那我那时候还喜欢去一家 在旺角的 一个书店楼下 书看完了 下去一个人 吃这个牛渣面 然后叫这个牛柏叶黑的 而且要 然后就是一瓶麻针 我就像个 我十几岁就像孤独老头 那么来吃喝 然后全部人都认识 我并不觉得他们很悲惨 我觉得大家很快乐